今天咱们就要把这个事情全部都给他解决好 叔叔阿姨 你再说一遍吧 对我也知道有好多叔叔阿姨就不了解我 就是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昨天看过我们直播的 咱们打个小姨好不好 我看有多少叔叔阿姨就陪伴着我在 让我知道 因为我记着有好多陪伴我的叔叔阿姨 咱们打个小姨好不好 就因为昨天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 Mis姐姐姐知道 十三哥哥知道 那还有好多叔叔阿姨不知道的 我再给你们就讲一遍 天天向上哥哥知道 开心姥姥也知道 对吧 我也知道你们都关心着我 而且你们这些人的名字 我都牢记于心 那我就再给大家就说一遍 我为什么现在我在荷兰 然后我和俊哥 今天晚上 他找了我 然后我们今天晚上准备见面 所以我希望你们一直陪着我 我现在在荷兰月亭姐姐 然后我等俊哥来找我 事情是这样的 叔叔阿姨 你们就耐心听我 把这件事情说完 然后因为你们是我的家人 你们吃过的米 你们吃过的就比陈欣走过的路还多 所以我就想你们一直陪伴着我 咱们一直陪伴陈欣的打个 一直在好不好 就打个一直在 让我知道你们一直陪伴着我 因为是这样的 因为是这样的 昨天应该是前天发生的事情 叔叔阿姨 前天我不是一个人 我一个人然后偷偷的就坐火车 昨天到应该我是 昨天才到的 昨天到的荷兰 然后到的火车站 然后有林哥 林哥你们知道吧 林哥他派人来火车站接我 派人来火车站接我 接我之后就把我接到我工作的地方 我工作的地方 他告诉我 叔叔阿姨 你们知不知道 我昨天应该给你们说过 告诉我一个月 能挣这么多叔叔阿姨 能挣这么多个 50个叔叔阿姨 你们也知道 我诚心就从来从来 没有见过这么多 那个这么多 这么多 钱嘛这么多 然后我心里面肯定 因为 那个我为了俊哥 然后高阿姨也很看不起我 他很看不起我 所以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自己 要为自己活一次 我从小 生事 也比较 也比较 我也比较自卑嘛 其实你们都是我的娘家人 说实话 其实跟你们说这些 我 我其实 我都现在都已经 把你们当成我自己家的人 这样你们理解我的 扣个小一好不好 叔叔阿姨 就你们理解我这种 感觉的 然后我内心的想法的 咱们扣个小一好不好 叔叔阿姨 咱们扣个小一 就理解我这种心态 然后 理解我这种 对俊哥的这种感情 咱们把小一打在公屏上 好不好 因为你们都是我的娘家人 我不管 就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都希望你们一直都陪着我 咱们打个小一好不好 谢谢开心打了 理解我 谢谢你打的小一 感谢十三哥哥打的小一 感谢谁哥哥 谢谢你们打的小一 哇 你们打的小一真的 我觉得真的好温暖 叔叔阿姨 真的太温暖了 因为你们也知道我的身世 然后我从小农村的 没有爸爸妈妈 然后我都是和奶奶一起长大 所以我现在 我包括俊哥陪着我一起收三货 我们两个一起创业 都是你们陪着我 所以 我自己就觉得 有时候挺觉得 觉得挺无助的 叔叔阿姨 真的 我觉得有时候挺无助 但是我一想到有你们 然后还有俊哥 我觉得我心里面又温暖了好多好多 你们是不是会有同样的感受 叔叔阿姨 你们给陈欣打个加油好不好 给我打个加油 因为这个加油里面 它不仅包含着你们对我的爱 还包含着 我不管以后做什么工作 我不管以后会陪伴我和俊哥 就以后走走多久走多长 你们都会一直在我身边 叔叔阿姨 对帮陈欣打个加油在公民上好不好 只有桓香姐姐打了加油 你们都对 还要开心脑了 对都打个加油好不好 然后我也会听你们的 然后现在俊哥大概还有20分钟 我们两个就会碰面 所以你们一直陪伴着我 咱们把加油打在公屏上 然后让我看到 让陈欣看到你们爱我 你们是我的后盾 你们是我的娘家人 叔叔阿姨 就咱们把满屏的加油打在公屏上 感谢快乐每一天 感谢 给一会儿俊哥应该会给我打电话吧 俊哥会给我打电话 而且今天我和俊哥 我们两个会碰面 叔叔阿姨 我们两个会碰面 然后把你们之前对我的疑惑 然后对我们 对我的不解 我们通通都会说出来 对今天一会儿大概20分钟 叔叔阿姨 俊哥就会来找我 我应该差不多要给我打电话了 现在还应该要给我打电话 所以我就希望你们一直都陪伴着我 而且陈欣从小没有家人 你们知道的对吧 你们也关注了我一年了 这样叔叔阿姨 现在直播间300多个叔叔阿姨 关注陈欣 一直关注到现在的 咱们打播 再好不好 叔叔阿姨 就你们一直陪伴着我 关注我这个小姑娘 关注到现在的 咱们打个再子好不好 咱们打赞 我看有多少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是一直关注我的 我看 因为有好多我13哥哥 我知道我一直都记着您了 13姐姐 您经常给我发私信 我心里面 等一下 俊哥好像给我打电话了 叔叔阿姨 谢谢你们 等一下 等一下 喂 师兄 喂 俊哥 你现在哪里 我刚刚不是说给你发位置了吗 俊哥 你现在把你现在所在的具体位置 你发给我一下 我马上过来找你 好不好 我现在好像在这个 嗯 就离我 离我公司不远处这里 俊哥 你看你能不能找到 我连你公司在哪里 我都不知道呀 你把你现在的具体位置 你发一个给我 发到我上面 好不好 好 那我把具体位置发给你 你大概还有多久到 俊哥 我先看一下位置 稍等一下 我现在开着直播呢 你开着直播呢 对 我问你啊 昨天晚上 那个林老板有没有回来 林老板有没有回来 林老板有没有回来找你 没有俊哥 没有是吧 我看到你发给我的位置了 你等我一下 我大概我看了一下 到你这个位置 我大概差不多 十分钟左右 我和我姐一起过来 就是我昨天给你说的 我那个姐姐 在河南很有 就是人脉很广的那个姐姐 好 那那又会不会太麻烦姐姐了 俊哥 不会不会 你把自己照顾好 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 你知道吗 而且现在天色也晚了 也黑了 千万要把自己照顾好 明白了吗 没有俊哥 我现在在这儿 然后直播间有很多叔叔阿姨都陪着我 我 他们都说都会等你来找我的 俊哥 好 那就好 那我问一下直播间的家人们 你问吧 你应该在看我直播 他们听得到我说话吗 叔叔阿姨你们听得到俊哥说话吗 你们听得到 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哥姐姐 你们能不能听到阿俊说话 家人们听得到的公民上打薄衣 他们好像说我看 对听得到咱们公民上打薄衣 听得到 听得到 俊哥他们好像都说听得到你说话 听得到是吧 嗯 那这样陈欣 你先就在这里等我 不要再像昨天一样 我过来你就不在了好不好 你就在那里等我 嗯 好 好 我答应你俊哥 好 而且陈欣我跟你说 我姐说已经查出来 那个林老板的一些信息了 然后等一会儿 我过来 等会儿见到你之后 我会把这些消息 都告诉你 我们见了面再说 好不好 我现在就和我姐姐 立马过来找你 哦 是这样的阿俊哥 对 那好吧 那我一想 我也不清不楚的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弄明白 那你就过来再说吧 俊哥 好 一会儿我们见了面再说嘛 嗯 那你开车慢一点 好 我知道我知道 来直播间说 叔叔阿姨哥姐姐 呃阿俊 现在到陈欣那个位置 大概要十分钟左右 呃 叔叔阿姨哥姐姐 你们能不能一直在直播间 陪着一下陈欣啊 因为现在 呃 已经 晚上了嘛 帮我照看一下陈欣 好不好 家人们 可以的话公民上打播可以 叔叔阿姨哥姐姐 他们都说可以 俊哥 都说能 燕西姐姐说能 能 啊 家人们 你们都帮我看着一点诚心 好不好 告诉她不要乱跑 我大概十分钟左右 我就过来 我和我姐姐一起过来 来家人们 可以的 全公平打播可以 谢谢你们啊 叔叔阿姨 他们都在说可以 所以俊哥 嗯 这么多叔叔阿姨陪着我 你慢慢的过来就可以了 好 那你不要乱跑啊 嗯 好 那我就先挂了 然后我和我姐马上过来 嗯 那好吧俊哥 那你慢点哦 好好好 呃 辛苦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姐啊 你们帮我看着一下陈欣 让陈欣不要乱跑 因为在河南人生地不熟的嘛 呃 我和我姐马上过来 千万千万要让陈欣不要乱跑啊 好 就这样陈欣我挂了 我马上过来 嗯 那好那那挂了 拜拜俊哥 好好好 你等我啊 拜拜 那拜拜 那你慢一点 好好好 叔叔阿姨你们刚刚听到了吗 那个俊哥说 我们约定了差不多八点 七点过嘛 将近八点 然后俊哥叫过来 所以你们就陪着我 然后一会儿俊哥过来 我也想跟他说一些事情 把我自己类似 就是内心的真实想法 就告诉俊哥 你们会不会一直陪伴着我呀 叔叔阿姨 我真的 我现在其实心里面挺忐忑的 我来荷兰 我是为了不让俊哥的妈妈阻挠我和俊哥在一起 我也是为了自己能就挺直腰本 然后和俊哥的前女友去 和俊哥的前女友去就 嗯 谈谈正正的告诉他 我和俊哥是能开开心心的在一起的 那个过来没有 这是我俊哥俊哥马上过来 一个视频哥哥 所以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 嗯 你们一会一直陪伴我 我知道 嗯 所以你们一直陪伴我 我心里面就有底 一会儿俊哥过来 我就把我自己的真实想法给他说 然后我到底为什么过来 你们觉得我这样做对不对 叔叔阿姨 咱们觉得对的咱们打个对好不好 咱们觉得对的就是我想把我真实想法 因为以前我都是藏着掖着 不告诉俊哥我难过开心 或者心里面有什么苦衷 今天我准备把它全部说出来 你们觉得对的 所有叔叔阿姨咱们打个对好不好 你们觉得诚心这个想法没有错的 咱们打个对 一会儿我就把通通都给他说出来 就不管让我难堪的事情 或者小情节对我做了什么事情 我都把它全部的说出来 还有叔叔阿姨 我告诉你们啊 嗯你们刚刚也听到了 那个刚刚俊哥 你们你们听我说 你们听我说 刚刚俊哥说 查出了林哥 就是说他的姐姐查出了林哥 好像有什么东西 查出了林哥 就带我来这上班的林哥 查出了有什么东西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们 我就希望你们一直都陪着我 然后 不然的话一会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叔叔阿姨 你们多给我加油加油 多给我鼓励鼓励 来这样吧叔叔阿姨 嗯 你们会一直陪伴我的 咱们再打个会子好不好 我真的心里面没有朴叔叔阿姨 我一方面我又觉得 我害怕俊哥过来 然后 嗯 他带我回家 我一方面又觉得 俊哥都这么说了 我该和他回家 会吗 对咱们把全公平的会打起来 好不好 诶 俊哥好像给我发 那个语音了 俊哥好像给我发语音了 我听一下 你听一下 陈欣 你等我一下 我大概还有六分钟左右就到了 我现在和我姐姐一起着 你让直播间的家人们都陪着你好不好 六分钟我就到 我给他回个消息啊 我回了 叔叔阿姨你们知不知道那个 灵哥 灵哥 就他带我来这上班的那个 灵哥 知道咱们大哥知道好不好 因为 灵哥 其实他从小他帮助了我家里面很多 然后这次他这边